不要买 最近因为过清明节都吃素的 然后今天我恢复可以不吃素了 但是呢我爱上了这个sandwich 就是巨多的菜 然后加上我自己做的海南鸡饭的辣椒酱 加上鸡蛋 超级好吃 然后加上我很爱的这个面包 哇我们现在还拍到了彩虹 今天雨超大 然后我们很快就要到吃火锅的地方啦 哇今天我们来吃夜少 惊惊念念但是不敢来吃的 花椒鸡锅 终于可以吃了 我肚子好饿 瞧瞧火锅 花椒鸡 好喝 特别是刚才零雨之后 我觉得更好喝 看一下我们今天点什么 还有这种丸子 然后冻豆腐 哇 胸口肉 还有蔬菜 某人还喝可乐 好吃吗 油的应该好吃 因为有 但它又不是 其实不是很容易 还可以 我觉得它这个调料好吃 然后再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可以捞的 其他的感觉都煮的好短的时间 那我再搞个鸡 鸡 哇这是啥 这么大一块 我来啃鸡翅 哎呦我真的是 我的花椒吧 好 好 我戳住它了 好嘞 起来了 我吃一家 这个肉一 这个是去掉了 最爱的丸子 我要等丸子冷一点都再吃 它等一下烫到 看美国 买鸡 看美国 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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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都蘸鸡 买鸡 好了 所以说是提筋 带筋的 这个是不是好吃 这个是有的 我说好吃 好 我们俩都觉得好吃 是不是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哈喽 我刚才到家了 然后我就准备 洗脸卸妆 我今天还是继续用的这支 然后我个人觉得它似乎已经让我就是它似乎已经让我的耐心走到了一个极限 就我觉得它没有真的没有说特别好用耶 我今天还是同样的我用了一个这个Fenty Beauty的这个primer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干皮 我觉得这次还蛮好用这个就是我排队的时候看到它那个就Sephora它那个买单的队伍那个地方都有很多小的mini size这些东西给你买嘛 所以我就是顺手拿了一直没想到它还不错因为我还挺喜欢Rihanna的所以它的彩妆我其实是一直有一点点想买想买可是又不太适合我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一个这个但是它是好用的非常的滋润 那我刚才突然想到啊今天都4月几号了呀今天都4月7号了 然后我们多伦多4月7号的今天呢是所有老人就是老人应该是65岁以上这样子 65岁以上的人然后我们多伦多这边已经可以开始打第4针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虽然2月份的时候完全放开但是其实并不是因为就是感染的人变少了才放开也是真的政府压力很大 所以就实在逼不得已就算了就是大家就是靠着全民免疫的这个思路去走 那其实呢确诊的人还蛮多的那今天呢就是大家就是政府又在鼓励就是大家打第4针啊 然后或者是说鼓励大家虽然是没有口罩力但是还是鼓励大家戴着口罩这样子 所以今天4月7号就是所有的老人家已经可以开始打第4针了 你好 其实也不是很早现在也有个10点钟了 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趁今天早一点下楼来散步走路 所以10点钟之后我可以吃东西我就准备先吃一颗巧克力 好了终于过300卡了 要命了 你可以坐两半口吧 不行 喝了我又得又得来走 我要疯掉了 哎呀经过了 经过了今天今天是不是第7天还是第8天 然后我重新回到60分钟 快400卡 哎呀好开心啊 今天都要废掉了 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屏幕没 然后今天是Tuesday 然后是17度 然后大太阳 看到那个后面没 这里这里这里 今天我们打算用这个吃火锅 我最爱的小龙虾酱 我现在去超市买点菜 给大家看一个冰淇淋不要买 我那天买了一下 我觉得不好吃 我买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好吃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味道 感觉可以避开了 来给我看看 我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我觉得这个好吃 这个牌子的这个好吃 那我今天也买一个吧 我之前有买这个味道 我今天也买这个味道 是 Salted Hazelnut 哇 它还有一点点折扣 这个是无奶的冰淇淋 最后最后就剩蘑菇了 蘑菇他们刚才那里在理货 所以我没有买 再买一个橙汁吧 挺姐好像自己买的是这一种 好像自己买的是这一种 好像自己买的是这一种 OK 搞定 OK 搞定 我刚才就是在给这个雪蜜羊拍照 然后顺便呢 我就 给大家看一下 哇 我们觉得我们多伦多 真的是吃的超级无敌多 然后这个呢 是我那个青团 那个店的 另外的他的招牌 就青团是清明节的时候嘛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他就是平时在卖的 光线可以看得清楚 他这几个味道好像是 这个是椰子味的 然后这个好像是 他上面写 Boba 应该是不是珍珠 珍珠奶茶的那个 然后这个我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Taro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是榴莲的 那那个青团的 青团的也有榴莲的 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爱吃榴莲的人 Oh no 我也想到榴莲 我的口水都出来了 那我就 那Taro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了 它上面写的Boba 我想说会不会是 Boba 珍珠奶茶吗 把它切开 看到没 这里是不是像那个 珍珠的感觉 哇 它会不会流出来啊 我切的有点丑 它很丑 它黏起来了 但我们可以看到 是珍珠奶茶 我破坏了它 它变得好丑 sorry 看到了 里面有珍珠 看到没 珍珠 真的耶 它不是珍珠 它看上去像珍珠 可是它吃起来QQ的 我觉得比较像那个椰果 就是QQ的 不是珍珠 是仿珍珠 这个可能就是珍珠奶茶口味 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有一点那个奶茶的口味 看得到吗 哇 现在就是 嗯 半晚时分 然后这个太阳有一点 我这里已经光线不足了 然后不知道 这个椰子的是什么样的 椰子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馅呢 其实我个人就是对椰子口味一般般嘛 但是要不要把它切开 因为榴莲和芋头 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 不知道它这个椰子 会不会有内心呢 把刀先擦一下 好的 我们来看看 OK 我们看看这个椰子 哇 是不是因为 没有放到冰箱里面冻 所以它有点软掉了 嗯 这个 嗯 这个我刚吃了这个内心 这个内心哦 它是 我来打开一点点 大家看得到吗 手机不聚焦 那它这个咖啡色的内馅 其实就是咖啡味的耶 然后里面有椰子 就这个上面撒了一点点椰子碎 嗯 还不错耶 我这个可能要动一下 动一下它之后再吃会比较好 现在有一点软趴趴 刚才可能我拍照 就是花了一点时间 就没有马上把它冻上去 好吃 然后运动又多了几小时 耶 哈喽 今天我们吃小蜜蜂 耶 这目前是我在多伦多 觉得已经升级成为我最爱的炸鸡 第一名了 就是Jollibee 但我们今天是要外卖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这个 Peach and Mango Pie 因为我之前有就是Uber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大哥 然后他就是看我那天我也是就是买的这个炸鸡 然后他还看到我买这个炸鸡 他说他就跟我讲这个公司的故事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吃这个派 这个派也很好吃之类的 所以我就今天就买了这个派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我没吃过 好像一个那种米线的感觉 就有一种让我想到那个炒米线的感觉 是虾酱的 然后呢我有叫Extra的Sauce 虽然我没吃过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叫了ExtraSauce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必须要ExtraSauce才好吃 那炸鸡的话呢 我是买的10块 然后有这个小旗子的就是辣的 然后没有小旗子的就是原味 好啦我现在要我来掰一个鸡 给大家看一下 开心 看没这个是上面写的Spicy 好 我要怎样掰它 哇有点烫 不要不要掰开 干嘛 挖超好干 它这个肉超好的 肉多汁 耶今天吃炸鸡咯 没有在管胖的咯 那这个的话 哦它这里面就是有这种 哇鸡蛋 这也太坏了吧 这鸡蛋是个薄片 我以为是半个 OK那它还有这种虾仁 没看得到吗 虾仁 然后鸡蛋片 然后有这种肉末 然后再加上这个应该它应该是蒜泥酱 然后就这种蒜蓉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 这一盒应该就是那个Extra的 因为我不确定我刚刚看我觉得那个是额外的 这个是本来带的 所以其实本来带的也蛮多的啦 把它拌开喽 哇 感觉不错耶 哇蒜蓉味很浓 今天晚上会不会味疼啊 虽然我 我很爱蒜蓉 但我吃不了蒜蓉的东西 蒜泥的这种 都有点风险 好啦我来试吃啦 感觉上已经闻到那个蒜泥的味道了 比我想象中的味道要清淡一点 然后蒜蓉的味道很重 然后但是它的它不是那种很咸的东西 还OK但是没有很惊艳这个 就是一个蒜蓉的蒜泥的味道 拍这个拍 拍的话 我就 我就不吃了 拍的话给我们家亭姐吃 我们看看 和麦当劳的拍 也是这样子的 炸 炸的有点 炸的有点狠 但是这是当地人推荐 所以我今天买一个 把它来 挺姐咬一口 很crunchy 它刚刚咬的时候很脆 搞得我都很想咬一口了 我也来一口吧 它里面 它是mango和peach加在一起的酱 OK 这个还蛮OK 这周围好脆 哇 我们刚才发现 哇现在是雨加雪耶 好大的雪 今天是什么时候呢 今天是18号 就是4月18号 我突然之间下好大的雪 今天我们刚才下午才去玩Costco 都没事 突然下雪了 那其实啊 多伦多就是长期以来 在4月份的时候 都会有最后一场雪 就是我们都已经是暖了 觉得已经是春天了 但其实都在等最后一场雪 不知道今天这一场 会不会是最后一场呢